就出了上野博士后 霍克斯和他的手下并没有放弃搞事情 在城市中的各个地方都安装了炸弹 进行了恐怖袭击 当大中署长和郑太郎赶到爆炸地点的时候 早就在这里埋伏的人一起开始攻击郑太郎 他们制造了这个混乱 是为了把郑太郎和大中署长牵制在这里 其他的人直接冲进了上野博士的家中 把上野博士帮走 真是没机会来两天又被帮走了 这次霍克斯的新基地在海底 这段剧情当初在日本推出过剧场版 就是30到31级的合集版本 霍克斯把博士绑过来 还是为了火箭的图治 上野博士的女儿回家后 发现了博士被绑架 再次通知了正太郎 若让博士老是交出设计图 他们再次打算绑架上野博士的女儿 但是当他们潜伏在博士家附近的时候 因为野猫干扰导致被正太郎发现 双方开始了追逐战 虽然最终没有追上 但是也让正太郎了解到了 敌人在海底有基地 虽然没有成功绑架博士的女儿 但是在博士的家附近安装了炸弹 如果博士不交出图纸 就会引爆 那么博士女儿的生命就无法保障 最终博士只能妥协 在博士写设计图的时候 铁人28号已经进入海底 霍克斯也发现了铁人28号 不过在基地有专门针对铁人28号的陷阱 正太郎无法继续操作铁人 虽然署长希望正太郎好好休息 但是正太郎担心铁人 深夜一个人来到了基地附近的海域 提前准备了潜水需要的装备 在海底发现了海底基地 和被困住的铁人28号 不过他自己也被霍克斯的手下 抓住带进了基地 大众得知正太郎一个人去找铁人28号的时候 上野博士已经画完了火箭的图纸 霍克斯已经完成了任务 他们打算把正太郎和上野博士淹死 不过他们这帮小弟是怎么回事 怎么这种顺风局都能被翻盘呢 正太郎遮到了陷阱的开关 把陷阱毁掉 铁人28号被解放 他带着上野博士穿空逃跑 霍克斯的人也立刻追了出来 上野博士因为年龄的关系 体力也已经支持不住 还好这时 大众署长带着自卫队赶到 两人成功获救 正太郎开始操作铁人28号 和自卫队一起开始进攻海底基地 霍克斯并没有什么高级的机器人战力 面对铁人28号的战力 张鱼机器人根本不够看 很快铁人28号就闯进了海底基地 疯狂破坏 海水稻关海底基地爆炸 霍克斯一党也全部死亡 霍克斯事件的几日后 正太郎和大众署长受到邀请 来到了沙漠中的一个国家 不过在路上遇到了抢盗的袭击 赶走抢盗后 经过了一天一夜 正太郎和署长终于来到了目的地 这个国家刚独立没多久 工电也没时间维修 国王是辅导博士的好友 曾经在美国上学时候的同学 正太郎和署长也是代替博士来到这里 第二天 博士亲自带正太郎他们参观 这个国家经过数年的战争 刚刚独立没多久 因为邻国的欺压导致空有石油 但是一直卖不出去 直到最近才和日本签下石油订单 而邻国自然不会看着这个国家进入正轨 开始针对国家的石油工厂进行袭击 现在能够灭火的方法 只有在空中采用爆破的方式来灭火 但是这个国家在独立前 就已经把所有飞机打没 战太郎想要帮助这个国家 连路辅导博士运送铁人28号到沙漠王国 铁人28号可以承受着3000度的高温 很轻易就把石油工厂的大火工业 看到石油工厂的火灾被解决 邻国采用了最后手段 把日本采购石油运输的邮轮炸陈 如果沙漠王国一直无法保持贸易的运输安全 那么其他国家也不会与沙漠王国进行贸易 虽然因为邮轮爆炸 让这次购买的公司损失了一大笔 但是他仍然打算和沙漠王国继续购买石油 并且要让铁人28号护送邮轮 邻国这次采用贝壳形状的微型炸弹 本来以为可以炸掉运石油回日本的邮轮 但是没有想到郑太郎早有准备提前引爆 计划再次失败 只能用武力强行摧毁邮轮 本来一开始邻国还是没有打算撕破脸皮的 只是暗中倒乱 这次明面上要对沙漠王国贸易的日本邮轮动手 郑太郎把日本邮轮连接在一起 用铁人28号拉船 成功逃离 完成了这单交易 一晚国王遭到了自己亲人阿鲁卡的自杀 阿鲁卡想要获得国王的宝座 本来他想让这次教育失败 来让国王承担责任下台 但是没有想到因为郑太郎和铁人的干预 贸易成功 这要杀掉国王的时候 郑太郎赶当 国王并没有杀死阿鲁卡 而是让他离开 不过阿鲁卡并没有放弃国王的宝座 而士尔和邻国合谋 打算掀起叛乱 当他成为国王的时候 将交给邻国设有利润的50% 阿鲁卡在军队中还是相当有威望 有三分之一的军队直接加入了叛乱军 不只有叛乱军 还有邻国提供的公共军和军备 沙門王国的形势一下就不好了起来 王国军陷入苦战 为了帮助好不容易独立的沙門王国 郑太郎操作铁人28号 介入了这场叛乱 大量的叛乱军装备被摧毁 夜晚叛乱军不知道从哪里 搞到了大量的眼镜蛇 袭击了王国军的阵机 即便派出铁人28号 因为蛇类柔软的身体 铁人也没有什么办法 第二天为了对付这些蛇 铁人在战场上撒下了大量的石油 等到敌军和蛇到达指定地点的时候 立刻用枪击炎火 眼镜蛇作战失败 叛乱军再次打败 针对铁人28号 邻国的科学家也开发了新的机器人 一个大号眼镜蛇的样子 本期视频就到这里 感谢大家收看 我们下期再见